Hello大家,我是姬姬,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我们不聊穿搭 我想比较轻松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黑舞期间买的一些家居装饰类 以及说家居服之类的东西 我最近呢在忙着把家里的这个空间 导致的更加的合理一些 因为有了牛扣以后就是一个是 收纳空间是严重不足 我又重新打了几组柜子 那再来呢就是 就是家里有一些摆设 它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些磕磕碰碰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把家里就是原先的一些家居的一些摆设 也是稍微的挪动了一下 穿黑舞的时候又重新添置了一点小东西 就想说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先从家居服这个类别开始说 首先呢是我前段时间收的几件内外的产品 我真的是毫不夸张啊 我自从升了牛扣以后 我就把我所有的内衣全部都换成了内外的这个五尺码的内衣 因为我知道现在都还在轻微母乳嘛 那如果你是有喂过母乳的妈妈 应该知道如果不穿内衣的话 就是胸前这边的这个衣服呢 就会湿湿的对吧 所以我真的是全年无休 就是24小时每天都是需要穿着内衣的 包括睡觉的时候 那真的只有内外他们家的这个内衣 是唯一一款我穿上绅士完全没有负担感 就是睡觉也不会觉得会勒得难受的这样子的一款内衣 包括还有这个配套的五尺码的这个内裤 我也是所有的内裤都是他们家的这个内裤 我觉得包袱效果特别的好 而且又很舒服 然后兜的那个小肚子那一块呢 也是比较的服贴 就是也不会说勒得特别的紧 这个弹性是非常好的 我这次呢还新尝试了 他们家的这个五尺码系列的这个lagging 因为我平常就是带娃什么的 我就特别喜欢穿这样子的 就是运动lagging在家里 或者是平常出去散个布啊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的方便 面料特别的轻肤柔软 而且上上以后呢 也是挺修饰臀腿的这个线条的 除了这个枣红色也很有质感 就很有节日的一个氛围感 它这个长度呢也挺适中的 弹性整个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运动lagging我也挺喜欢的 那另外就是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一套居家服 就是这种fleece的一个材质的一个居家服 它配套这个裤子呢是这种 就是这种漱口的这种设计 就这个呢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居家裤的这种类型啊 因为像我自己买的之前的那些忧郁裤的那些居家服呢 它很多都是设计的比较偏直筒的款式嘛 但有些说实话长度不是那么合适的 像这种漱口的设计呢 对于身高的这个限制呢 相对讲就没有那么的多 那颜色的话呢它是一个有点偏粉白的一个色调 就比较的粉嫩上身以后 有点软妹子的那种感觉 现在应该是再打六折的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他们家PR还给了我一个 八折的一个折扣嘛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拿去用 那再来呢是我还买了两套Skin's家的这个居家服 我也是趁黑五他们家官网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折扣力度的时候买的 那首先第一套呢是这个灰色的boyfriend系列的这个长袖的棉梯 配上灰色的这个box shorts 这个是我之前看Wiki的视频种草的 我还挺喜欢这种有一点男友风的这种居家服的这种感觉的 就上身以后很中性 而且它的这个面料呢也确实非常的柔软轻浮 然后宽宽大大的这个版型呢就给人感觉特别的随性自然 之后有折扣的话呢我是还会继续收其他颜色的 那另外一套呢是这个焦糖棕色的居家服套装 那这个呢也是来自他们家非常经典的cosy collection 它看起来呢就非常的cosy 然后摸起来呢也是那种比较软浮浮很柔软的那种感觉 我之前那只鞋靴分享的视频里面就是也有穿这件衣服 也有姑娘问我是什么牌子的 裤子呢我也是选的这个漱口的这个系列 就是比较方便嘛 我还比较喜欢它的一点是它的这个松紧带的这个部分 它是坐在了这个裤子的里面的 这样子看起来就会比较的极简 没有那么的拖沓 而且我每次穿这个居家服在身上的时候 扭扣都特别喜欢就过来黏着我 估计它还是觉得贴着这个面料特别的舒服 然后呢是我们趁黑五期间就入了一个stop 他们家的这个铸铁锅 我原来一直没有入手这个锅 就是因为这个锅实在是太重了 所以就一直没有下手 而且再加上我觉得就算是没有这个锅 就家里一直就做菜吃起来还挺香的 所以就没有想着要买这个锅 平等时间黑五打折 不是这个锅就是价钱还挺便宜的嘛 就折下好像才100多美金嘛一个价钱 我就觉得很合适 这个价位可以收一个回来 还有一个原因我为什么想买这个锅呢 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用高压锅去煲汤 包出来那个汤呢就是味道总觉得差了那么点意思 就是好像那个汤包出来不是那么的浓郁的 所以我想说试一下就是用铸铁锅来煲汤 会不会味道会更加的好一些 颜色呢我也是选了这个酒红色 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的这种红红的这种色系 包括现在正好也是快要到圣诞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锅还挺有节日氛围的 就放在那个灶台上 对所以就买了一个这个铸铁锅 大小的话呢我看很多人都是买的四quarter的 但是他这一次好像做活动的是这个五quarter的 我觉得拿到食物这个五quarter的这个大小 也不会说特别的大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始用 但是我已经就是在小红书上刷到了超级多 就是用这个锅来做菜的这些食材 我打算一一分享给戴哥 然后让他用这个锅来煮一些好吃的菜给我吃 那再来呢就是我最近购入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花瓶 说实话我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的爱买花瓶以及竹台的人 因为我觉得就这些摆件吧 就是你即便是不插蜡烛 然后不插花在里面 但是放在那里呢就很有这个装饰的一个效果 而且像花瓶这种东西真的是你买了花瓶回来就很想去给家里就是买几束鲜花 然后插在这些瓶子里面 就很能够给家庭增加这种幸福感的一样东西 先说一下我在Sense买的这个不锈钢的这个花瓶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网红产品 我之前是买了他们家的那个一对的那个竹台 我是摆在了餐厅上面的那个装饰架上的 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质感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这个重量呢也非常的轻 就算是之后就是比方说搬家什么的就是也非常的方便 它也不会像玻璃制品那样比较容易的溢碎 所以这个呢我是非常的喜欢的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呢很好看 它上面是有一点点像一个花瓶一样的造型 他们家的东西真的非常适合拿来送人 收到它的人呢应该也非常的开心 就是既实用又很高颜值的东西 也会显得你自己的品味还挺在线的 那再来呢就是我在H&M买的几个比较高性价比的花瓶 以及一些小玩意儿 我觉得H&M他们家的这个家居线 真的是比他们家衣服 无论是从质量上 还是说从这个颜值上 真的都要高非常多 那首先呢是这个黑色的这个花瓶 其实他们家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类似这样子造型的花瓶 都很有硬丝风的那种感觉 自己是觉得它这个圆环的造型还挺极简耐看的 其实说是花瓶啊 但我也没有打算在里面插什么花 就算是插花的话 可能也会插些干花呀干草之类的在里面 就算是摆在那儿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当一个摆设 那另外呢我还买了一个这个玻璃的花瓶 因为我一直都还挺想在餐桌上摆一个花瓶 就插一束花在那儿的 我是挑了一个波浪纹那种造型的花瓶 然后它整个瓶身呢是比较偏扁 比较偏长的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整个这个质感呢也是挺不错的 像我有的时候就买一束花回来 它总会有那么可能有那么一支是 就是支是蛇的 或者是就不小心剪的时候没有剪好 然后它整个花瓶就掉下来了 那每当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我就很需要一个小小的花瓶去装 就是这些多余出来的这些花 那我之前呢一直都是用喝水的那种玻璃杯 去承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 那所以这次呢就入了一个小小的花瓶 可以就是拿来摆多余剪下的这些花枝 可以插在里面 就是入了一个这种 非常可爱的一个贝壳纹理的一个花瓶 那它这个其实整个的造型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像一个碗一样 看起来就是也是很有纹理感的 这种花瓶的一个造型 那另外呢我还在他们家买了一个 这个藤边系列的这个托盘 其实藤边也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 软妆的一个元素 像有的时候你把主台啊 或者是花瓶单单的摆在那呢 可能你会觉得差那么点意思 就会有一点点单调 但是如果你在下面再垫一本书 或者说垫一个这样子的小托盘 在下面的话呢 一下子就会写得更加的完整 会更加的有层次感 那我最近也是打算从淘宝转运一批 就是家具装饰的这些小东西 到时候再跟大家开箱分享 那另外呢我还在H9买了一个 这个草莓造型的一个小筐子 这个是给纽扣买的 我目前是用来装他的这个脏衣服的 因为之前给他买的那个脏衣楼 我觉得有点太小了 而且又是不带这种盖子的 他经常会去里面各种的抽啊 翻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就收拾起来会比较的累 草莓这个造型呢看起来还挺可爱的 也很适合小女生 其实这个筐子用来放就是玩具什么的也挺合适的 而且像我现在就是一直都在交牛扣 就是自己脱下来的衣服呢 要放到这个筐子里面去 他现在就是都能完全听得懂指令 然后每天就屁颠屁颠的听着指令 然后去把自己的 比方说脏尿布啊丢到垃圾桶 然后自己脏的衣服呢丢到这个筐子里面 我就觉得还挺可爱的 再来呢是两样家具 首先呢是我最近把家里面用了很多年的餐桌餐椅都给换掉了 那这次呢我就换了一个圆形的餐桌 而且这个餐桌呢是我在网上非常快就看好了 然后就赶紧下单就买回来了 本来它的这个价格呢就不贵 就还挺便宜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收到货以前呢 我还挺担心它的这个质量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没有想到收到食物非常的喜欢很满意 其实一开始是想买一个就是真的大理石的台面的 但是我在经过了网上一圈的浏览之后呢 发现北美这边的价格真的都相对来讲太高了 我觉得不是说那么的划算的 而且像我跟大哥长远来讲呢 应该都是会回国内生活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投资一个就是太高单价的这种餐桌 我呢就再找一款这种类似大理石纹路的这样子的桌面 所以呢就发现了我现在买的这一款 虽然它不是真的大理石啊 但我觉得还是挺好看挺摩登现代的 而且它的这个质感呢也是挺不错的 那另外我暂时是买了两把椅子跟这个餐桌搭配 那这两把椅子的颜色呢 我也觉得跟我们家的这个餐桌还挺搭配的 包括跟整一个用餐区域的这个氛围感呢就还挺搭的 坐起来呢也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是这种带皮质这种padding嘛 所以就是还是挺软的坐上去 而且我记得这两把椅子加起来好像才一百多刀吧 所以特别的划算 那最后呢是我在Target买了一个羊羔毛的小凳子放在门口那边 其实Target是我经常逛的 就是买家居装饰了一个东西的一个地方 他们家的东西也是属于那种性价比很高 然后颜值也很在线 其实我原来放这个小凳子的地方呢 是放了一把之前多出来的一把餐椅放在那的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就穿搭的话呢 应该知道就是我经常背景里面都会出现 那把椅子上面放这两幅画 但因为我这次不是把餐桌什么的全部都一次性给处理掉了吗 所以那个餐饮呢也就跟着就离开了 所以我就心物色了一个小凳子放在那边 其实这个凳子呢也是Target他们家的一个网红产品吧 就还挺多人买的 其实把它用来当一个换鞋凳 或者说当一个那种垫脚的Otteman都挺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也是比较轻松的跟大家聊了一下 我最近买的一些就是家具装饰的小东西 那我这支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估计已经是年底快要接近跨年的时候了 所以呢就在这里祝大家 新的一年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大家新年快乐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话呢 就麻烦给我的这支视频按一个赞 然后点击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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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